明天天, 明天天 南丁離鄉別井, 遠洋謀發展 苦如家園守候, 望早日易地還鄉 這種幾十年前 南丁去外國核甘闖天下的風氣 今天在新界一些村落仍然存在 以元朗的新田為例 差不多全部南丁都去了英國 剩下的村民, 女人居多, 靠外匯生活 他們照顧小孩, 睜眼睡, 打牙膠, 打遊虎 只覺得相當清閑 他們當中有些不願意去適應外國生活 寧願留在新界 有些讓兒子賺錢回鄉起新屋 光中搖組 有些就像粉嶺間頭村的羅太那樣 讓丈夫在英國安頓好以後 接他們過去 目前羅太母子三人 留在香港, 相依為命 他每天照顧小孩睡眼覺 就去接大兒子放學 順便在村口等候丈夫英國的歸雄 她的丈夫羅振華 現在在倫敦Iris區工作 她跟很多從新界去的村民一樣 用勞工紙入境 在餐館做廚房 打算賺錢轉移民 就申請一家人到英國團聚 在英國華人人數大約有十萬至十二萬 從香港移民去的華僑 根據非正式統計大約有六萬五千 其中四萬多住在倫敦 其他分佈在曼徹斯特 百明罕, 利文普和愛丁堡等地 這幾萬個由香港移民英國的華人 十至八九來自新界 客家人佔多數 來到英國以後 大部分都是從事飲食業 目前英國大約有三千間食物館 六千間外賣檔 好像位於倫敦蘇草區的銅人街 因為中國餐館之多數不勝數 單從餐館外面別出心裁的裝修 就足見競爭激烈 有半中半西式的 有全中式的 都是為了吸引外國人 連經營手法也和本港的酒樓餐廳 有顯著的分別 大多數華僑經營餐館 主要因為做這一行 不懂英文都勉強可以應付 需要的技能比較容易上手 加上利潛又大 如果一家人合作 人手仲不假外求 由做雜碎、甜酸排骨、炒羊粥飯 發展到各種點心、小菜、家鄉菜 因為得到英國人的歡迎 於是那些來自新界 沒有專業技能的華僑 能夠在英國找到生活 目前做樓面可以賺全身 百二到百五磅 廚仙可以賺二百到二百五十磅 立足外國人社會 正所謂寄人離客 加上言語不通 要建立自己的事業 即使有本錢也不是這麼簡單 植物館的工作時間湧長 一天十幾小時 運在廚房和餐館裡 不然週末、週日和假期都一定要開工 倫敦的魚市場 每天五六點就見買貨的人源源不絕 有本錢自己開餐館的華人 凡事仍然要親力親為 雖然收店已經五夜十二點 但是很多每天五點就起來 駕駛個兩小時的車去魚市場買貨 由此可見華僑在英國找生活 實在不容易 最初這裡的本地人 就來餐館吃東西 很搗蛋的,不給錢 那個時候 大約經歷了一年多兩年 很痛苦 因為跟本地人爭執很大 還有打架 以及叫警察來調解 當時是很困難 洗澎湯洗澎的手指都冷了 在英國 又沒工作又有工作 很艱難 薪水也很便宜 很忙 沒有工作 自己勾的工作又沒那麼測量 原語不通 最慘的是我本身沒有錢 沒有錢 沒有人知道 原語不通 你走出去講英文不通 加上你看報紙又不懂 鬼頭說你聽不到 所以就很痛苦 好多新界去的華僑 為了解決言語不通 文蠻的痛苦 唯有硬著頭皮去學英文 這班學生當中 有做餐館的 也有年過半百的 他們都試過因為不懂英文 你只去街不懂路 看醫生 也不懂跟醫生說自己哪裡不舒服 要在一個陌生的地方 一個屬於別人的地方 生根 是需要很多妥協 是需要無比勇氣的 為甚麼香港會有這麼多人 選擇這條途徑 移居海外呢 那就沒辦法了 香港的事不能做 鑑定鑑不到 我去英國 跟別人做餐館 因為當時香港 1967年很亂 我想想一下 離開香港就好了 所以我決意到海外 除了那些小蚊仔 那些讀師前途方面 因為覺得英國的教育方式方法 比較宣正 所以方便小蚊仔讀師 其次呢 覺得香港的治安方面 和前途方面 長遠的利益 都是想向外發展 所以就 以免來 倫敦 英國方面 醫藥 和讀書 治安 都很好 所以小蚊仔讀書 甚麼都不用擔心 政府會安排 只要有一份好的職業 其他都不用擔憂 沒錯 在英國 只要有一份固定的職業 黑勤黑劍 生活可以過得相當安逸 很多香港去的華僑 無論做廚房 樓面 或雜工 都一樣買屋安居 買車代步 一間複色洋房 兩廳三房 加上一個設備齊全的大廚房 前後有幾百呎大的花園 只不過是港幣二十萬到四十萬左右 而居的僑民 無論工作怎麼辛苦 就算做餐館 一個星期都有一天休息 而放假的節目就是打掃家 抹車剪草 共聚天論 不買屋的華僑 有權申請政府屋餘 唯一條件是申請人 必須在那一區住過一段時間 假如申請人住屋環境過分擠迫 或者是有小孩 有老人家的家庭 都可以得到優先考慮 喬居英國的華人 家庭通常比較大 申請政府屋的時候 往往符合了優先的條件 令到一部分本地人頗有味熱 現在看到的 都是英國倫敦各類型的政府屋餘 一個星期的租金 只是十幾磅至到四十幾磅 好像陳志光一家住的正闊樓 是在Kingston Hill 離開倫敦市中心 只需要三十分鐘車程 除了外貌美觀 環境優美 屋裡的實用面積也有四百多尺 一廳兩房 另外有廚房 不過在英國來說 一家五口住已經算是人多了 好, 來吧 好, 來吧 好, 來吧 倫敦大部分特別是做食物館生意的華人 放假最主要的活動是去唐人街 唐人街包括好幾條街道 而雀鹿街就是主要的一條 星期日的雀鹿街 逼到可以用車水馬龍水舌不通緣的形容 這裡的華人平時各有各工作 加上大家分佈在倫敦各區 距離的路程又遠, 車費又軌 所以登門造訪的機會少之又少 他們多數是利用星期日到唐人街商會 有些華人說 他們把唐人街當作客廳 在那裡回客 大家各舉一個角落 低端不斷 彼此問候生意點 或者探聽一下有沒有後果介紹 他們說即使遇不到熟人 但是聽到到處傳來的香音 就已經分外親切了 很多年輕一代的華人 也都不約而同在星期日 來到著陸街香港文化社門口聚集 然後各有各的節目 對老一代的華僑來說 平時很少去街 要等到星期日 後輩才有空陪陪他們 這天唐人街的酒樓餐館坐滿華人 濟勇的情形 和香港假日的酒樓不相伯仲 不過以香港的標準來衡量 無疑, 英國華人的生活是非常平淡的 不懂英文的華人 精神寄託更加有限 唐人街有幾間書店 為他們提供部分精神糧食 這些書店出售 專門報導香港娛樂圈消息的華報 廣受華人歡迎 同時有訂舊本講幾份長銷的報紙 價錢貴過香港四倍 仍然有供不應求的現象 好, 來吧 自從錄影機普遍化 英國華人公如消遣的難題 多少得到解決 今天差不多每個華人家裡 都有一部錄影機 看的是香港製作的電視劇 他們花費三磅銀一個星期 租一盒長達三小時的錄影帶 很多華人都表示 每晚收工就掛著回家追電視劇 而有些主婦還很多時候看到天光 當然應運而生的 就是這一類專租錄影帶的店 唐人街就有四間 每間都擁有兩部以上的錄影機 自然各類長劇的副本 都可以大量供應 很多時候一個新的劇集 剛剛在香港播出不用一個星期以後 就已經可以在唐人街做到錄影帶了 雖然錄影帶不多不少 搶走了唐人戲院的部分觀眾 但因為唐人戲院放映的 大多數是港產武打片 所以也有一定的捧場客 除了豪華戲院和新星戲院 這兩間專門放映唐片之外 在蘇豪區唐人街附近 也有兩間放映首輪西片的戲院 利用午夜場的黨旗放映港產電影 對象是餐館收工的伙計和廚師 香港的報章雜誌 電影甚至是電視節目 都成為英國華人生活的一部分 事實上很多華人雖然生活在英國 但是對英國的政治文化和社會狀況 都全無興趣知道 有些華人住在英國三、四十年 思想見聞都仍然混在自己的框框裡面 很多話就完全不張開口 坦白說 不是得住自己的中國人 不懂英文 只是說自己的本局語言 說不定 今月哪裏 巨廠銅花那些做朋友就做不來了 想玩鬼模板不來 不如也好 今天偷工就去打幾片麻雀 賭幾波 算數贏 就拿來輸就算數 然後回去睡覺 所以他有時候逼成 這個事實是 因為這個問題 青年人多數沒有什麼娛樂 正常的娛樂 通常在賭方面發展 排狗、翻攤 甚至是馬雀 或是卡仙奴 這方面 賭得厲害嗎? 也很厲害 賭狗、賭馬都很厲害 有人說 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賭博 在英國也不能外 由於生活苦悶 賭博更加變成部分華人 不可以缺少的娛樂 唐人街裏面相隔一條街 就有兩間外圍頭駐站 這間在雀鹿街的 每日午飯以後 就奇門如是 在裡面聚精會神的華人 有很多是餐館的大廚和侍應 因為餐館工作五時以後 有一兩個小時休息 連這段時間又太短 不知道做什麼好 於是有部分廚房和樓面 就進去頭駐站打發時間 有些華人雖然不懂英文 但是拋起英文、馬經、九經 就比很多英國人還在學 現在華人多數做到卡仙套 卡仙套 卡仙套 為甚麼? 卡仙套 卡仙套比較乾淨 空氣好 一來又贏大錢容易 二來又有些安全感 一贏大錢又不怕人家的壓縮 西人的卡仙套 有牌又剩下的卡仙套 比較方便華人很多 比較容易進去會員 自從八月年七月勝利俱樂部 縱火案發生以後 倫敦唐人街的華人俱樂部 已經遠近近近近近 今天非法的賭博活動活躍如飾 每逢中午餐館休息 午夜酒樓散門 俱樂部生意特別好 很多華人 尤其是上了年紀的 始終都喜歡玩些東方的玩意 例如翻攤、排狗、飾仔 賭場都沒得玩的 有個老華僑還說 樂區樂部倒 輸到火氣的時候 說髒話也同聲同氣 不過另外有些華僑就認為 樂部倒有很多爛人 你贏了錢又拿多少錢 裡面那裡有很複雜 你說客家可以, 說潮州可以 說國語可以, 說甚麼都有人認籌你 每個人都玩賭錢 麻將、斑坦、排狗、報紙 看電視, 錄音帶甚麼都有 就不管了 有時候中國人說有貪 喝茶、喝水、吃東西 不值錢 這個在唐人街出入了 十幾二十年的華僑 這裏計算起來 七百間堂檔 有六、七千五百人 開小檔 是大檔 每間大檔有幾百人 香港人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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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還有做餐館的很多 是吧 這個東西賺錢 我們一樣 這麼有錢 四間山谷的英雄 我去到當 每個禮拜抽成十幾十千磅水 就算你除了裡面那班人 還要起碼容易 一個禮拜三兩千磅 我去找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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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大字標題的華人俱樂部 據說唐人街 還有很多地方可以進行賭幕活動 中親會和鄉會 就是其中兩個例子 這間掛著餅店招牌的店 窗廚放了一部滿層的造餅機 但是街坊說 從未見過他沉入過麵包西頂 當地一位新聞從業員 和老華僑林伯都分別告訴記者 這間店裡是麻雀館 經常有華人進去灑落 總之 英國人在唐人街開賭場 找華人的錢 華人本身 也在唐人街開俱樂部 找自己華人的錢 倫敦華人社區中心的社工表示 英國華人社會 因為士島而造成的社會問題 已經漸漸顯著了 勝利俱樂部縱火案以後 很多人都傳倫敦唐人街 比以前複雜了 究竟是否呢 縱火案涉及越南人 究竟越南華僑和香港移民去的華人 生活上、工作上有沒有利害衝突呢 英國華人社會新一代面臨抉擇 家庭和學校之間 無論語言、道德觀、價值觀都有分歧 何去何從呢 他們的父母又準備怎麼面對呢 而你長大成人, 自立援護 老華僑如何度過他們的下半生呢 下一個星期的鏘槍集 為大家詳細報道